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支 入门级的干笔 Lami Safari 我这个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 当地的一个 艺术用品店买的 一共是40块加币 它这个是用一个纸盒 黑色的纸盒 包装的 虽然是纸盒 但是它上面的纹理 很精细 看起来就比较高级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看一下它的本体 我买的是一个 蓝绿色的 这也算浅 浅绿吧 它是 塑料 塑料外壳所以比较 比较轻 这边有一个 可以夹在本子上的 一个扣 给大家演示一下 平时可以这样夹 现在给大家上一下墨 上墨其实很简单 我买了一个它的墨盒 一共有五支装 是这个样子的 就不用自己去吸 比较方便 好 先把这个 拆开 它里面自带的一个 把这个拆开就可以用了 自带的好像是蓝色的 我不想要蓝色的 我们就用这个 黑色的 就这样把它选紧 选紧就好了 我们现在试写一下 这个笔 因为塑料的 拿起来拿着比较轻 其实我还喜欢比较轻的 用于绘画 钢笔绘画的时候 长时间绘画 不会觉得累 这个钢笔的笔头 质感非常好 我买的是这个F的 这个F头的 这个F头的这个 钢笔 这个笔头呢 跟纸的摩擦 也是刚刚好 很适合于绘画 如果写字的话 我觉得 可能摩擦力太大了 在纸上的摩擦 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大 可以 听一下这声音 但是用来 用来这个 做钢笔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正好 有这种 摩擦力 可以让你 更好的掌握 你要画的这个方向 挺好的一把笔 好了今天的这个review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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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